我們今天第一組要介紹的商品呢 是珠寶類的這個豆蔻夾跟一字夾 那我們知道呢 珠寶類的豆蔻夾跟一字夾呢 在這兩年是橫掃時商界 麻煩讓這個鏡頭看一下 我們珠寶系列的商品呢 是純手工在奧地利 在奧地利完成的 先成型再做水晶相砍 再以珠寶爪相的方式呢 再將水晶去做固定 那我們的珠寶的底座呢 還上了一層抗敏金屬 所以簡單來說呢 它放在頭皮上 它是安全的 不會造成過敏 那今年呢其實很流行 像這樣子疊帶的概念 你可以用暖色系的 這個豆蔻夾 再加上圓形夾去做配搭 或者是用比較屬於冷色系 灰色珍珠的方式去做疊帶 那就看您的衣服服飾的需求 跟妝感 那我們 先幫我們做一下 如果以疊帶來說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呈現這個 這個部分 我們會簡單做一個這個髮型的 教學 所以是不是要拍 你可不可以照近一點 就是說 它的放大 所以我們會先別上這個 一個圓形珍珠 圓形的圓形夾 對 是有特別的 捲的話就是 髮量不要太多 一搓然後往內捲 但是你要看髮夾它夾的厚度 你不能抓太多 然後看這個髮夾的設計 它夾的容量 那一般的話是差不多 這樣就夠緊了 然後往內捲 對往內捲 差不多三圈 對三圈 這樣 這樣鏡頭看得到嗎 可以喔 那鏡頭看一下 再側一點 可以再放大一點嗎 有看到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清楚 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今天你是暖 你的色彩配搭很好 你當然可以去做一個 比較活潑的搭配 但如果說 不確定該怎麼去選擇 你可以選擇這兩個相近的 那我們的其實 豆蔻夾跟一字夾 都可以去做組合 相近的色系 相近的色系 對 像它就是以暖色調的為主 那除了側邊去做這個造型之外 我們其實還可以用 好像還可以用包頭的 丸子頭的方式